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。 今天的故事,银僧偷窥河中少女洗澡,后将其玷污,道士却说,她是在救你。 明朝万历年间,舞阳有一少女名叫徐克心,家住清河旁,没事就爱下水游玩。 时之盛夏,夜间酷热难耐,徐克心难以入眠,遂合一气深,先是在附近欣赏夜色美景。 后见周边无人,便宽衣接带,跳入河中,纵响河水浮身的清凉之感。 不多时,徐克心忽然听到了一阵动静,寻生看去,竟发现有一年轻和尚浮在岸边草丛窥看, 当时惊慌失措,忙往岸边游去,以便拿衣服遮身子,以便大马灯徒子。 和尚见状立马起身,先是告罪,接着表示自己只是路过此地。 听到河边有动静,虽趴在岸边,想看看是什么,不曾想见是少女沐浴,实属罪过。 见和尚一直道歉,面色又诚恳,徐克心忽然觉得,他没那么可恶了,于是让起背过身子。 自己穿好衣服后便要离去,但就在这时,和尚突然上前拉住了他的偶臂。 死不丢手,徐克心一时间挣脱不得。 见状,徐克心很是慌张,娇知道,你要做什么? 和尚闻言吟邪一笑,开口道,等了半天这里都无人路过。 所以,当然是做我想做的事了。 言毕,和尚就强托着徐克心进入草丛,接着强行将其玷污。 不知过了多久,和尚云雨完毕,在长舒一口气后,和尼就走,徒留下满面垂泪的徐克心。 徐克心很是绝望,不曾想看着清秀真诚的和尚,竟然是如此人面兽心之人,当即便想跳河自杀。 就在这时,忽有声音传来,让他不要乱来。 徐克心扭头看去,发现是一年轻道士来此,最敢忙拿破裂的衣服遮住自己身子,蹲在一旁啜泣起来。 道士见状满脸心疼,开口问徐克心到底发生了什么? 徐克心抬头,看到道士真诚的脸,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讲。 因为上一个面像如此真诚的人,刚刚坐下无耻之事。 道士见徐克心面有防备之色,当即便脱下最外层道袍,递给徐克心,让其套上遮住洞体。 接着退开十步距离,以示自己无害人之心。 见此,徐克心便怯生生地开口,将刚才的遭遇讲了一遍到一半时,还差点因为哽咽说不下去。 道士听完皱紧眉头,开始掐算起来。 不多时,静开口道,她是在救你。 徐克心闻言大惊,满脸不解。 直接开口道,玷污我身子还是在救我。 指尖道士指着河水开口道,你身上还有一些鬼气没有散尽,应该是在之前被水中恶鬼盯上,欲拿你当替死鬼。 而那花盒上虽然玷污了你的身子,但是却也利用自身云阳之气,取出了你身上的鬼气,让你免遭替死鬼的伤害。 徐克心一听这话就开始害怕了,回首望向河中,只觉其中漆黑一片,似是无边深渊。 于是便开口问道士,什么是替死鬼?道士叹了口气,表示如果有人溺死水中,身上怨气过重,便会化身水鬼,夜夜遭受溺亡之苦。 水鬼要想解脱,便要害死一个人,让其当替死鬼,否则便不能转世。 徐克心闻言,长书一口气,心结当场解开,不再有轻生念头。 不过过了没多久,道士见徐克心已经走远,当即吹了一声口哨,紧接着,方才玷污徐克心的和尚竟又出现了,并且同道士有说有笑起来。 你这办法真好,既不用担心这些女的回头找事,也不用担心她们有的性子裂自尽,导致官府追捕我们。 行了,别在这乱夸了,下次再有目标,该你来演道士了,那必须的,就是可惜了咱的那件道袍,花了好几两银子才买到的。 还不是怪你太心急,把人家衣服给扯破了。 等下,谁扯我脚,就在这甲道士花和尚聊得正气近时,倒是忽然感觉,自己的脚被人抓住,本以为是和尚,可和尚就站在自己旁边,并且和尚似乎也被扯住了脚。 二人有些心慌,同时扭头看去,静见水面不知何时,瞟起了一个披头散发,浑身囊肿的人,并且掀在他的两只手,正分别死死地抓住和尚和道士的脚。 你,你是谁? 当时磕磕巴巴地开口了,水中人喜美一笑,露出了一口大白牙,开口道,你们刚不是还说,水鬼在找踢死鬼吗? 我现在就是来找踢死鬼了。 盐碧,倒是与和尚就在自己的惨叫声中被拖入水底,生生逆亡并从此沦为水鬼,夜夜受逆亡之苦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感谢您耐心地收听,如果您感兴趣,请您点点赞,关个注,谢谢。 也希望各位在收听收看故事的同时,帮忙给博主评论和转发。 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